大家好 我在今天要宣布台东在维持280天的本土零确诊之后 今天新增6起的本土案例 台东县政府在27号下午3点半召开疫情记者会 宣布台东从原本的4例本土个案再增加2例 总共为6例本土个案 目前感染源不明 影响的范围以出路地区为主 台东县政府表示26号晚间台东县卫生局获通报 案22849在3月26号出现头头恶心症状 就以后裁剪后确诊 之后又裁剪出5名个案 其中一名个案为案22849一岁多的儿子 以及协助照顾儿子的姨婆跟旧公 另外两名新增个案则是姨婆跟旧公职场同事 而除了案22849以及一岁的儿子有症状之外 其他4名个案都没有症状 5位成人也都已经打过两剂疫苗 环保局在今年早上防疫消毒大队已经出动完成相关足迹的周边清销 那卫生局的同仁也协调背南卫生所医检师工会 在出路村设置快筛站 那我们从今天下午12点半开始接受乡亲筛检 而为了因应新增的六起台东本土个案 台东县政府也宣布从27号起实施防疫加盐措施 包含医院和住宿型机构停止谈病 不开放进入校园 扫墓尽量避免室内群聚 同时也加强了夜市清销及八大行业的稽查 由于这次台东确诊者足迹在出路太平营区附近 为了确保疫情不再扩散 出路国中国小28日将停课一天 医院及住宿型机构停止谈病至4月10日 有些新闻怎么到市地乌罗湾台东市采访报道